小冬我让你给我妈送五千块钱 送哪去了 哎呀我有事给花了老板 不是你 你别激动 你听我把话说完 今天我去给你妈送钱的路上 你爸突然打电话 说她在饭店吃饭 让我过去把账给结了 不是 我爸吃饭怎么可能不带钱呢 对呀 然后我到酒店一看呀 你爸正和十五个美女得一块吃饭呢 什么情况呀 对呀 我就问你爸 你爸说今天是他们老同学一块聚会 那同学聚会应该A制啊 对呀 但是你爸说男的A 女的不用花钱 那你说他正和那么多美女得一块吃饭 他这么大年纪了 我也不能让他丢人对不对 我就把账给他结了 行小冬 这个事你办的对啊 对的 这是别让我妈知道话 明白 小冬 吃好了一人一饭 两千五给你 好嘞 你爸你来干啥呢 老开的老开的 没事我先走了 好好好 哈哈哈哈 你咋的啊 不 不知道 是 嗯 哈哈哈